我们一起祈祷吧 天父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过去一星期 我们都在世界里面经历了 不同的挑战和磨练 身为的模式不断的重复 形形役役 我们有时都会用了一些 自己的方法去享乐 去减压 去找一些我们很想追求的生活 但是主啊 由我们此刻都放下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重担 在你里面释放 在你里面可以得安慰 求你给我们可以享受敬拜 尽心尽力地去敬拜你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起床吧 我们一起自由尽情地去敬拜 宇宙的重心耶稣 世界的重心耶稣 世界的重心耶稣 万物都根于你 属于你 归于你 你是荣耀之落 新下人 愿望 我们在宇宙的重心耶稣 跟着我们一起开口 高举我们的手赞给上帝 我被欢迎 十万条例 从心告知 你身杰一名 不求天窗打开 神语不停息 我们呼喊 欢迎 十万条例 天父 你不单止是宇宙的中心 不单止是世界的中心 你都很想成为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欢迎天父进入在我们里面 恢复我们对主的热情 被判断什么坊 我们欢迎 只玩家里 同心的旨意 身杰一鸣 不求天窗打开 水雨不停止 我们呼海 欢迎 只玩家里 大大尘口 大大充满 很高如雨 少管彻底 眼未看见 而未听见 可无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大大尘口 大大充满 很高如雨 少管彻底 眼未看见 而未听见 可无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大大尘口 大大充满 很高如雨 少管彻底 眼未看见 而未听见 可无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我们欢迎 只玩家里 我们一起举起我们身手 光丹间 以你的展现 不求天窗打开 水雨不停止 不求你来放转 震动着祖宇 不是我们身手 不是我们身手的热情 我们欢迎 只玩家里 不求天窗打开 水雨不停止 不求天窗打开 水雨不停止 我们我们口感 都能力 不求天窗打开 水雨不停止 你死霉不停止 天空着了高尘 长重闭的灵状 心知你所期待 使得住你心里 严慌及你 成为你 最欣赏你月的经历 希望我们在欢迎主 同在的同时 我们都预备好自己的新心灵 去回应主的恩典 和愿奉上最好的作礼物 为求让我满足住你心 你强起愿 我的谦卑与信服 你不需要 那去假代表就算 有谁为你 用手轻结回头 谁曾梦想 为你轻结电与 你却选择 永居于我的心内 让我可以 每刻也共你靠脚 到天心可受伤 你时败的传惠 天空在了高尚 赞赏你的绝与 甚至你所期待 却施与心静 欠奉得平 成为你 却欠奉起愿的敬拜 顶姐妹 天父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外表 不是我们有多少财能 我们有多少个侍奉 他最看重是我们的心 最起源是我们心灵 诚实的敬拜 顶姐妹 我们会不会有时都过于着重自己外在的素质 而忽略了我们灵性的健康 希望诗歌 继续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愿望上最好的作礼物 为头让我满足主的心 你向起愿 我们的谦卑与信服 你不需要 但去加改叼作声 有谁为你 用手轻健会同 谁想奉上 为你轻健跌远 你却轻健跌远 你居于我的心内 若我可以 会恨也同你偷偷 高天心海宿舍 你师父会得绝会 天空着了都唱 赞众给你继续 甚至你所期待 你师父会得绝会 天空着了都唱 赞众给你继续 甚至你所期待 赞众给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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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爱世界 多个爱你的时候 让你提醒我们 回到你里面 天父 烟固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成为土利喜悦的儿女 世界的价值观 世界的价值观 叫我们很多事都看外表 看航头 看成就 令我们经常都要想 怎样证明给人看 我是可以的 怎样可以包装自己 成为这个社会都接纳的人 耶稣 你却不同 你却跟我们说 你重视我们的内心 提醒我们要爱惜 欣赏自己 成为土利喜悦的儿女 你说 唯有你的爱 才可以满足我们的心 唯有你的标准不变 的确 在世界里面 无论我们多努力 都不会有所谓的成功 所谓的完美 因为这些标准 只会不断地变 要去追随这个世界 去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令我们很累 很迷失 但是主 我多谢你 直施哥提醒我们 当我们回到你里面 天悲去献赏自己 尽心去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着满足 和喜乐 你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有回忆的福乐 主 主 祢的道路 令我们有目标方向 不再迷失 祢的喜乐 是世界比不了的 祢的爱是完全不公正的 让我们可以停留在祢的爱里面 让祢的爱 承转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用用自己的方法 在这个世界里面 沉默自己的价值 帮助我们 能不能承认我留在祢的痛在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很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剩日夜在你肩中 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紫布我们一起唱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剩日夜在你天中 牵上敬拜 大兄加油 盯情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难淡 祝你以为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剩日夜在你天中 牵上敬拜 盯情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难淡 祝你以为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祢的痛在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很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剩日夜在你天中 牵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祢的痛在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很多爱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很多爱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能不能使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我哪都不想去 只剩日夜在你天中 牵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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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都不想去 愿你为我来 从此都只说 讲我为了爱 还为我赴上 圣明去等待 似大海的爱 将我善在 愿你同去期待 一生献力去追 过去和现在将来 认许也在你心里 在这一生只想停留 在你爱内 完全的爱 你的爱永不更改 但愿我可以 一生停留 在你爱内 长存的爱 每分每秒 不离开 第一生只想停留 第一生只想停留 和你相遇的時刻 你翻身 你翻身 願令為我來 從此我自主 當我為了愛 還為我負上 聖命去等待 此大海的愛 將我聖在內 你翻身 一月令為我來 從此我自主 當我為了愛 還為我負上 聖命去等待 此大海的愛 將我聖在 願你同去期待 一生竭力去追 過去和現在將來 應許日在你手裡 與你同去期待 一生竭力去追 過去和現在將來 應許日在你手裡 在這一生 只想停留 在你愛內 完全的愛 你的愛永不更改 但願我可以 一生停留 一生停留 在你愛內 永全的愛 永全的愛 永不更改 永不更改 若我可以 一生停留 在你愛內 永全的愛 永不更改 永不更改 在的愛內 長全的愛 每分每面不離開 主耶穌 多謝你讓我們可以敬拜你 可以在詩歌裡經歷了解你的愛 我們都很不想離開你這份溫柔完全的愛 面對著生活的挑戰和壓力 和你加能切力幫助我們去面對 透過你的愛學會去接納自己 在你裏面譯定自己的價值 同時 每當我們很想停留在你的愛內的時候 你就像啞歌裡的那個王一樣去呼喚他的良人 呼召我們與你同去起來 起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要跳出我們的安屬區 踏上十字架的路 但主 多謝你已經去我們 與我們同去 陪伴我們一起走十字架的步路 主 幫助我們 讓我們對你有信心 深信你會帶領我們進入心靈的深處 和你有更親密的聯繫 求你堅固我們的心 讓我們可以在此刻的敬拜過後 仍然以生命作敬拜 靠著你勇敢面對自己生命的挑戰 帶領祝福現在講到的時間 求你的話 進入在我們心裏 求聖靈幫助我們去理解 體會你的話語 讓我們更愛你 更像你 祈禱 奉主命求 對 帶領師妹 請坐 給你一點掌聲 上帝 好嗎 我也想你給你一點掌聲 敬拜到你 好嗎 我這麼恩讓你們一起 一起在敬拜裡面去遇見神 我經常問 究竟敬拜是一回什麼事 當然敬拜確實可以在過程裡面 去體會神對我們的愛 不過仍然覺得敬拜其實是要去講出上帝的作為 剛剛敬拜隊所帶的今天的這個Flow 也是我今天所講到裡面很想跟大家一起看的 敬拜呢 去感受到神的愛 或者體會他對我們的安慰 我經常都覺得這個是一個 side dish 不是主菜來的 maid dish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敬拜的maid dish 其實是我們要在敬拜裡面去講出上帝的工作 很想去指出上帝的權能 當我們知道上帝同在的時候 我就在過程裡面去體會神對我們的愛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講 神就是愛 當我們遇到神的時候 神的愛就會伴隨而來 我們不是單單去渴慕 就是 神很想來滿足我 不單是這樣 其實我們很想去指出 或者他們高舉神的時候 神的愛就在我們生命裡面出現 也就是我今天講到的時候 你都和大家一起很想去分享的東西 這幾盞燈好像很強勁一樣 可不可以小一點點 頭髮又不是很多 怕你見到時面一點 很感恩 可以一起去敬拜神 很開心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聖經群體去學識敬拜 敬拜是要學的 所以去學識敬拜 或者知道什麼叫敬拜 我相信神會復興我們 我記得我以前在武會 我牧師跟我說了很重要的事 作為基督徒必須要學識去敬拜神 敬拜是真的要學的 因為我們要明白 究竟敬拜神裡面所說的敬拜是一回什麼的事 當一個群體能夠學識敬拜神的時候 但這個不是真理 不過牧師在牧會裡面教導 他說當一個群體能夠懂得真正的敬拜的話 神就會使用這個群體 這個群體也會被復興 這個很重要 可不可以我們的生命都能夠學識敬拜 而我們在敬拜裡面去遇見神 這個月是新的六月份 也是標稱這個講題裡面 這個月裡面的新的主題開始 這個月的主題是講敬拜 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我很想整個的清神群體 特別在標稱崇拜裡面 我們是一個熱愛敬拜的群體 當第一天我回來的時候 看到這幫基督徒在禮堂裡面 去敬拜神這種積極 這種響往敬拜的時候 帶來生命那種正面的力量 很想成為我們吸引別人回來的 或者吸引別人在我們中間一起參與敬拜的 這個過程 剛才我在前面 你們不會聽到的 唱《能不能》那首歌的時候 我聽到後面好像頭 不是《冰神》 我不知道 好像有人唱和音 有些人在唱著 我覺得很好聽 整件事是他自己 是不是我聽錯了 應該是 他沒有否認就應該是 我覺得整件事很美麗 原來上面在唱著 下面的大英姊妹 去用自己的方法 去加入敬拜神 這也是一個很美麗的事 希望今天這段經文 今天講這篇講到 讓我們的群體去學習 或者認識 究竟敬拜是會什麼的事 這個非常重要 先講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喜歡敬拜 我其實也是一個很喜歡敬拜的人 現在年紀大了 以前我敬拜是跳的 現在也會跳的 不過沒有以前那麼激烈 跳到喘氣 因為我以前沒有會 是一些很Energetic的敬拜模式 這樣 我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厲害了 不過仍然很想敬拜 甚至我知道有些兄姐妹 熱愛敬拜的程度 就不僅是在崇拜的時間 有些兄姐妹回到家裡 或者在平常的生活裡 都很想敬拜 很願意敬拜 甚至乎拿時間出來 在平常的生活下 網路裡面去學習 無論自己唱詩歌 或者拿著樂器 甚至上網看 去敬拜神 我想對於基督徒來說 敬拜其實是不陌生的 因為你回到教會 總會做這件事情 甚至乎聖經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很多經文都講 特別在詩篇裡面講 其實全世界的人 甚至乎大地 神所創造的 一切都要去敬拜 去歌頌神的名字 某程度上 敬拜上帝作為基督徒 是一件需要 或者是必須要做的事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從敬拜的廣義角度看 就是寬一點的 當然敬拜當然是說我們的生命 不僅是唱詩歌的時間是敬拜 如果我們在聖經講 其實在生活上 我們都是敬拜 我們希望透過生活 能夠讓人知道 我們是一個屬神的人 透過生活 我們的言行 我們的道德觀 讓別人能夠體見 我們是一個敬拜神的生命 我們是一個屬於跟隨神的人 合意地說 敬拜同樣地 都可以是一個很特定的聚會 就像我們今天這家聚會一樣 甚至乎 剛才那十五至十分鐘的崇拜唱詩歌 敬拜唱詩歌 都是一個合意地說的敬拜的時段 所以從聖經裡面說敬拜 可以有很闊的想法 但同樣地都可以有一個很窄的想法 只是剛剛那十五分鐘 我們所發生的事 或者做的事 不過無論從講義也好 從合意也好 聖經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說敬拜 敬拜原來不是要來滿足人的心 什麼意思呢 聽清楚了 原來我們回來敬拜 這場的敬拜 不是為要滿足你和我的心 敬拜是什麼 如果按照聖經講 敬拜是要滿足上帝 讓他的心得到喜悅 有一點點複雜 希望今天你真的聽得懂我講的事情 希望你追得及 我們回來崇拜 有時候會帶著一種心情 希望在這個崇拜裡面 能夠遇到上帝 主席也說了 其實我也認同這句話 每個人坐到敬拜的時候 甚至乎你坐升降機上來十八樓 你有一種心情 希望在崇拜裡面遇到上帝 希望我們生活上很多困難 心很疲累 工作裡面很多壓力 家庭裡面很多糟糕的事 希望透過這個崇拜裡面 讓神的說話唱結詩歌 希望我們心理、心靈、熟靈的生命 希望得到填滿 這個想法是對的 不過我想告訴你們 敬拜確實不是要來滿足你的 從聲這邊去理解的敬拜 是要滿足上帝的心意 這個聲裡面很想去告訴我們 或者我應該這樣說 今天我很想跟大家透過這段經文裡面 去指出一個重要性 為什麼這麼想 如果我們以崇拜 成為一個滿足個人心靈裡面 滿足個人心裡面 需要的一個聚會的話 這個指一個 傾向以人為中心的一個崇拜 回去請看 聲音裡面講舊約 講敬拜 其實很多都是講憲制 憲制其實要滿足上帝的心 滿足上帝的要求 滿足上帝所吩咐的事情 所以舊約裡面講敬拜 不少的經文都告訴我們 是跟憲制很有關係 去到新約 保羅所講的憲制 如果從羅馬書十二章裡面 更加告訴我們 原來保羅看的 他說是侍奉這個字 原文是敬拜 原來侍奉或者敬拜 其實是要獻上生命的 侍奉不是要我們去拿些東西 填滿我們的心靈 反過來 無論從舊約或是新約裡面去理解的敬拜 其實是要去滿足上帝的心意 不過你問我了 牧師 什麼回來敬拜 不是可以使我心舒暢一點 我心靈心理裡面得到補償 得到安慰 得到支持 不對的嗎 對的 我重新一次 我沒有否定 不是對立的 不過 如果你搞錯了 我們回來敬拜的目的 先後次序搞錯了 就出了事了 就閉起家火了 如果你搞錯了的話 站在台上面的所有的人 如果都是以人為中心去取悅人的心的話 就跟聖經裡面所說的敬拜 其實是有違背的 但是我想鼓勵你 也想讓你知道 原來聖經裡面告訴你知道 敬拜確實 我們是要回來被神鼓勵和安慰我們 不過有個先後次序 如果這個先後次序搞錯了 也影響了我們的動機 也影響了我們回來參與崇拜的目的 如果你搞錯了的話 我們整個崇拜的焦點 只是人的心 或者在台上面這班人那裡 現在沒有 我簡單說 如果搞錯的話 就會有這件事情發生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透過這個題目 敬拜為要讓上帝的心喜悅 經文在啟示錄四章 啟示錄四章這段經文是說天上的一場敬拜 我會進入經文裡面看看 如果有聖經呢 可以打開它 你有手機什麼都好 你開來看看 我們一起看聖經 不要只聽我說 正正這個月的 這個標稱講道的題目是說敬拜 敬拜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甚至你問我 作為一個牧師 我是不是很懂敬拜呢 我重新一次告訴你們 我不懂 真的不懂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天上面的敬拜 啟示錄裡面所指出 將來天上面的敬拜 我們在地上面 其實是不能夠完全體驗的 聽得明白嗎 因為這是將來天上面發生的事 不過天上面敬拜 確實是成為我們今天 地上面敬拜的一個參考 甚至我們應該要追隨 學習去跟從 究竟將來在天上面的敬拜 是一回什麼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先到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在啟示錄四章 一至十一節 不是很長 在十一節經文 不如一起讀一讀 讓大家知道經文裡面說什麼 好準備請 這是甚麼 新的時期 有種神的時刻 或有種神的時刻 並背後 對策略 released 有種神的時刻 把悲哲娘的時刻 一口香 抓好 有種神的時刻 噴嚏 中學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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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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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圣灵引导使徒约翰能够看见 是上帝他自己的主动 约翰能够看到天上的敬拜 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到第二节后面有一句说话 刚才读了 除了这个是个揭示之外 第二节说什么 他说我要把此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 这个说话是圣灵所说的 这件事是跟使徒约翰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会把将来会发生的事 让他能够指示他看见 究竟这是什么事 如果刚才我说的背景 你应该知道了 其实是在说末后的事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回来 他们认为有生之年 他们就能够看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他们认为世界在有生之年里面 就会去到终结 所以他们当时可以变卖了财产 然后就想着我一有生之年就会见到 所以我不在乎那些东西 所以某程度上 这个将来会发生的事 是在说末后末世的事 当然他们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末世由耶稣升天就开始 但是末日是什么时候 末日就去到耶稣真的再回来 所以你和我都在末后末世里面 所以连经文很清楚都在跟我们说 我们在末世里面所面对的事情 甚至天上面这场敬拜 我仍然相信将来你和我都会在这个天上面 同样好像这个景象一样 一起参与敬拜 圣经说圣灵引导日汉上到天上面 参与天上面的敬拜 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知道约翰描述这个敬拜是怎样的 首先呢 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上网上这段经文 哇很厉害 如果这个真是天上面的景象的话 一个形容词是什么 这么逼辉煌 是不是 非常的华丽 为什么 里面又有宝石 又红宝石 又绿宝石 又彩虹 又有碧玉 又有宝座 这一切的形容是形容着天上面的敬拜 是一场很华丽的敬拜 这个华丽是用我们的眼光去理解 但我想告诉你 都对的 我仍然都相信天上面的敬拜 是一场华丽的敬拜 不过 如果我们用一个犹太人的眼光去理解这几节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么说 原来在初一集的十八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神吩咐以色列人 他们要去搞一些关于献祭祭祀的东西 特别 那些祭司 他们要做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穿在身上 有件衣服叫以弗德 是大祭司所穿的 上面有很重的衣服 有很多宝石在这里 先说什么 你会发现这段经文 有几个词语 有几个宝石 跟刚才那段经文很相似 有什么红宝石 有什么有绿宝石 还有什么 还有碧玉 听者们我想说 其实刚才启示录第四章那段经文 跟这段经文很有关系 为什么有关系 原来这段经文 启示录的 其实是在说什么 那件衣服上有很多宝石 说要代表什么 他说代表十二个支牌 你知道吗 原来十二个支牌 在神的眼中 是神所简算的子民 去到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说的 其实天上的敬拜 那个场景里面有这么多宝石 其实是在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就是神看顾着他的子民 明白吗 大英姊妹 还有啊 你试试看经文里面 回到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所读的 三节 他说那座着的 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 在犹太人的传统彩虹 你会想起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哪里 刚才听过 哪个 罗亚 good 当犹太人听到彩虹的话 他一定会想起 昔日 上帝直罗亚去拯救了世界 甚至神同这个世界 和这个大地和罗亚家 立了一个药 彩虹之药 所以启示录四章里面 当若翰见到那个景象 不单是一个华丽的场面 其实背后是在讲一个 关于神他自己工作的场面 什么 原来 上帝想让若翰见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首先见到的事 是要见到上帝的看顾 并且是要见到上帝的救赎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当上帝 给若翰看见一个 我们叫做启示 一个天上的敬拜 因为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 确实用人的理解 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场地 不过原来神邀请若翰 去到天上面 去看见天上面的敬拜 第一件事要去知道的 其实是要去看见上帝的应许 和上帝的作为 精灵让若翰看见 不是金碧辉煌的场景那么简单 而是要看见上帝的看顾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救赎 听见他们才说 原来回来敬拜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原来敬拜 一开始 或者一开始敬拜的时候 首先要有的 不是在说 神啊 你来满足我 我想唱歌满足我的心理 满足我的心灵 如果这段经文说 其实不是的 基督徒在面对大悲伯的 神和人可以叫他 不用看这些东西 然后安慰若翰的心 透过若翰去安慰所有基督徒的心 不过当圣灵带着若翰上到天上面 去看一场敬拜的时候 让他看见的 其实是一个上帝的作为 看见上帝的看顾 看见上帝的工作 所以第一件事 头三节有两个提醒 第一是什么 第一 敬拜能够遇到上帝 是上帝自己主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用一种求的态度 求神给我们看见他 听得明白 我们要有一种态度 当你坐定的时候 请你为你自己祈祷 神啊你让我能够在宋伯里面遇到你 这个是呼求 这个比达紧是你控制不到 比达紧不是因为那场舞 不是因为一个敬拜 不是因为生系统 不是因为说完大声喊 说得好 而是因为你呼求上帝 是上帝主动让你看到他 这个是第一个提醒 第二是什么 记住啊 弟兄姊妹 回来敬拜 天上面这个场景 第一件事让约翰看见的 是要看见上帝的作为先啊 所以回来崇拜 坐在那里 我们要宣告上帝的作为 敬拜队带的诗歌 我们要带我们来看上帝的工作 而不是只是满足人的心 都需要我重生一次 我没有踢走了满足人的心 因为这个是 side dish 主要是说我们要敬拜上帝 指出上帝的作为 看见上帝的看顾 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将这场崇拜 定了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 不是要神去围绕着我 听得明白啊 不是要神来满足我 不是要神去围绕我 我不是成为敬拜的中心 而是神是敬拜的中心 我们围绕着他去唱出 讲出 读出 关于上帝的作为 让这个崇拜的焦点 让上帝成为主角 弟兄姊妹 在敬拜里面经验上帝 当然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困难交给上帝 敬拜里面 我们将我们的软弱和上帝分享 是需要的 我是觉得必须的 但是先后次序是很重要的 你要明白 原来回来 讲出上帝临在 发现上帝临在 原来带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体会上帝的爱 爱就随着上帝临在就在 为什么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当我们知道上帝在 他的爱就会伴随着他的存在 因为他就是爱 等着你没有想鼓励你 我们回来崇拜 特别标签的敬拜 特别我想鼓励大家 我们很想 表达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 我们很想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想我们的群体 所活出的 这个信仰的焦点 主角 是上帝自己 并不是我们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吗 人的感觉是会变的 人可以随着外在环境 而影响着我们的感觉 你认不认同 我绝对认同 我绝对认同 但我想说 我们要信仰里面 我们要寻找不变的东西去坚持 就是上帝过去的工作 我们要认定 上帝不变 我作为青少部的牧师呢 上个星期呢 我在青少部的领袖会 分享了一件事 我说我要悔改 过去两年年多 因为抗争的事 因为疫情 我们体会我们青少部 特别学生的青年人 他们很乏力 面对着社会无力感很强 面对着他将来前途很无助 这种的感觉 这种的沮丧指数 在我牧养年轻人多 十几二十年里面的经验呢 其实我都没经验过 我想着做一个牧师 应该怎样带大家走 离开这种的沮丧 无助软弱绝望感 当然我上夜 还不做到在上帝的工作 不过我有个发言 我分享 青少部呢 要去自我批判先 我觉得我们的敬拜 甚至青少部整体的气氛 有时都会太过focus 在人的感受上面 我不是说人感受不重要 听得明白 请你不要误会我 不过我觉得 崇拜里面 回来第一首歌 就要神 哎呀神亮我好累 我好惨 我好软弱 你来了 你来了 我觉得这种表达 我觉得应该是 不过如果一开始是这样的话 整个群体 这个崇拜的中心 就由了人去定一个调 然后让神的权能 去fit这个调 听得明白我的意思 反过来 我近期 常常积极思考 既然我们不能转变 外在环境 我们不能控制 我们好像 只是在回应 受到这个外在环境 而影响我们的心情 大家想作为基督徒 是否由外在 自主导我们的人生 我觉得不是 天上美敬拜 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他说给我们知道 原来崇拜一开始 就要讲出上帝的作为 让我 面对着困难的心情 放在后面 当然我仍然继续 会有我心情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我想告诉你 原来崇拜里面 以神为中心 其实要指出上帝的作为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都鼓励你 今天标称崇拜 你问我 抗争的事 最大影响 其实是你们这个年龄层 学生还有家 妈妈 可以去遮掩 但是你们 特别是初职的 面对的困难 中间里面都不知道初职 知道 你们都有份的 不过我想说 如果我们 很认定这个崇拜 中心是上帝的话 我想外在 就算是什么 颠覆 都不能够推倒我们 去讲出上帝作为 这个的决定 等着我想鼓励你 学习以圣灵引导的敬拜 回来崇拜 先去确定神的作为 去认定他在我们 生命里面的工作 随之以来的 神的爱 神的安慰 神的平安 就会恩着我们 去认定他 是我们的救责主 那些就会伴随着 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 这个很重要 这个第一点 跟大家讲 圣灵的引导敬拜是非常重要 第二点 全然倚靠的敬拜 敬拜 第四节和十一节 天上美的敬拜里面 圣经讲 有两批人 你看圣经好吗 有两批人 第一批是二十四位长老 第二批是四活物 我先讲二十四长老 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告诉他 二十四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的冠冕 身穿白衣 在圣经里面说 应该是形容着人的 不是形容着人子 不是说耶稣 圣经里面说的是一个人 那什么人啊 这些长老是什么来的 如果按着犹太人基督徒的理解 长老这个条例 其实很简单 在教会里面 特别可能在犹太教里面 一个的领袖 属灵的领袖 在群体里面的一个属灵领袖 有些研究说 究竟二十四长老是什么呢 有很多答案 如果看圣经 你就看圣经书 你就会发现 有说过 二十四长老 是不是旧月的二十四个很重要的人物 为什么 因为旧月有些传统 就是圣经意外传统 有二十四个人 他们常常记住 是英雄人物 究竟二十四长老是否说这个 又不肯定 还有说什么 是不是二十四班的祭司 因为历代哲上里面有说过这个数字 有研究 就是说 是不是代表新月的十二门徒 和旧月的十月之派 混合在一起 所以二十四 Anyway 其实今天应该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回到天上 我再问一下耶稣 但我想说 无论这些二十四长老是代表什么都好 不少人都认定 其实他们指向着一个很重要的一班人 是一班什么 是一班熟上帝所拣选中心的仆人 听得明白 就是说二十四长老在天上敬拜的时候 他们是一班对于上帝中心的仆人 这班人在天上这场的敬拜 做了些什么 圣经让我们知道 他们四活物 去感谢上帝 在宝座上 去感谢上帝的时候 跟着二十四长老他就说了 第十节开始 说了一段话 他说什么 二十四长老就苦福敬拜 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他就说了 十一节 我们的主要 我们的上帝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权命 因为你创造你万物 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 当四活物去敬拜了上帝 赞美上帝之后 二十四长老 他们就在第十一节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个行动 他们将他们的冠冕 即是头上的冠冕 就摆在宝座的前面 这个宝座很肯定是上帝坐在宝座上面 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 二十四长老将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上面 这是他们第一个会做的事 第二个是什么 他们说了一句说话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你是培得荣耀权兵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这句说话已经读了 二十四长老 在这个天神美敬拜里面 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行动 将他冠冕放在宝座面前 第二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什么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那可能你会问 牧师 究竟将冠冕放在宝座前面 代表着什么 你知道吗 当时的罗马帝国 人能够得到冠冕 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公职 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功劳 在地上有很多的德行 要受人景仰 所以当时的罗马大王帝 就要颁下冠冕去家掌他们 如果按照这个背景去理解的话 二十四长老都是有冠冕 都是有功劳的 什么功劳 他们侍奉上帝 他们在神的群体里面 忠心的伯仁 他们跟着主 所以主的冠冕给他们是很合理的 不过天上面这场敬拜说 原来他们要将这些一切的成就 功劳功德德行 都要放在上帝的宝座前 放下它 在头上拿下来 就是什么 就是他愿意将他所拥有的东西 给回哪个 第十一节说 是给回那句说话 给回那个做万物的主 因为他们很清楚 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 听得明白 他的功劳 他的功德 人所赞赏的 就算他侍奉神 在神国里面所拥有的东西 这班长老 他都会将他全部放在宝座前的上帝面 放在耶稣基督面前 因为为什么 他很清楚 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 这一切都是属于赐给他那个上帝 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 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是属于上帝 不是属于你 不是属于我 不是属于教会 教会耶稣基督的 不是教会那些权力拥有的人 不是啊 一切都是从那个万物 创造万物的主义来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要学习 当然是要学习 人就有一种倾向 就是喜欢靠自己 不过犹太人的传统是特别的 你读读诗篇139 你就知道了 如果当我们认定我是受造物 我是受造物的话 犹太人的传统的理解 当你知道你是受造物 你就有一种全然倚靠的心 诗篇139讲 你回去看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二十四掌内天上面 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一切荣耀权命都是属于上帝 万物都从他而来的 就是说 原来一个受造物 是一种态度 敬拜神 是要全然的倚靠 是要将你心灵里面 所拥有的东西 去摆下 去交给神 我不知道 全然倚靠是什么事 我就觉得 全然倚靠 是要不断学习的 这场崇拜我全然倚靠 但我下台之后 回到家之后 我又靠自己 我下星期又回来 又再全然倚靠 其实是真的 我记得我每年都喜欢去行山 大家可能都听过我说几次 尤其是我喜欢日本 日本是很好的地方 非常喜欢 为什么我喜欢日本 因为很简单 不需要怎么预备 我买了张机票 去不用订酒店 在山上的小屋 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了 也不用订订 喜欢上去浸温泉 上去又可以再走 不过我想告诉你 我很享受到自己行山的时候 在山上走到七八年 那我为什么喜欢行山呢 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当我看到大自然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很渺小 当我看到大自然的时候 我想到上帝 因为我是基督徒 当我看到大自然的创造的时候 我又发现上帝的权能 当我看到上帝的权能的时候 就知道我自己的渺小 不过作为牧师 行山有另一个看法 我每一次行山 透过大自然里面 看到上帝的权能 发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 我都会将我自己的师奉 我将我自己的目跡 我将我在教会里面 所在面对的事 重新一次去交给上帝 我每年都想做 所以疫情很惨 真的很惨 但是我想说 我想说 我仍然继续会做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 当我去到大自然 看见创造的上帝 就知道我的身份 就知道我的位置 当我知道我的位置的时候 我在事奉里面所面对的挑战 神父事奉里面所面对的事情 人与事 我都要将我一平交到上帝的面前 无论的事情是好与不好 都要一切 一平 放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不是万物的拥有者 我们只是万物的保管者 神加勉给我们一切的事 都是因为他的恩典 出于他的爱 等于我想鼓励你 也挑战你 原来 敬拜 去到上帝面前的敬拜 我们不单止按着圣灵引导 甚至说 我们不单止要讲出上帝的作为 同时 我们要学习 要传言的倚靠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都是他所上赐 你跟我有哪些可夸呢 你跟我有什么值得去争拗呢 你跟我有什么值得去争拗呢 你跟我有什么可以在这个地上 有什么可以奪走我们去上帝面前 去到敬拜他这种的权利 等于我鼓励你 学习 传言的倚靠 第三样东西 这个很重要的 追求圣结的敬拜 经文在第六节 第八节 有一个乐队叫玻璃海 他们的经文在这里 自己回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 讲台外话 为什么 因为玻璃海 这个圣经讲是 结白的 是很清洁的 很清洁的 因为地上美的敬拜 就像玻璃海的敬拜一样 是什么 就是神的圣结临在 我们就能够得结症 简单说 我不是帮你买高白 等知每圣经里面第二批的人 去敬拜主 刚才说二十四掌路 天圣经里面有第二批的人 有什么人 不是人 有第二批的 是灵 四活物 圣经里面形容是怎么样的 这个四活物 很有趣 原来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四活物 你要记住 他不只是想告诉你 这个四活物的形态是怎么样 如果你去画出来 很多画的 都是你上网看到的 画了给你 但画完都不知道是什么 他尽量按着文字 他变成图画 可以的 不过 啟示文学 他要告诉你 不是那个景象 他不告诉你 四活物的体态 他在说背后 他想代表什么 四活物背后 代表着一种意思 有什么意思 我们理解一下好不好 四活物首先讲什么 圣经讲 片体前后都掌满了眼睛 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四个活物 每个都有六个翅膀 平体内外都掌满了眼睛 哇很厉害 都画不到出来 不过有人画的上网看 不过 那段经文说 他不是告诉你 四活物是什么样子 其实是代表着 原来四活物是代表着 所有的空间和方向 有很多的眼睛 多到一点就是 没有什么地方隐藏 你明白我的意思 没有什么地方隐藏到 他周围都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有六个翅膀 说的是上下前后左右 四个方向 就是六个方向 是完全能够可以去 代表什么 其实他在预表一个 原来四活物 代表着 其实去到神面前敬拜 一切的东西 神都知道 因为在他里面 一切的空间 一切的时间 都是属于他 某程度上 这个都是代表着 原来一切都是他掌握之中 然后四活物也有个特别 四个都不同的 圣经说的 第一个是狮子 第二个是牛独 第三个是仁念 第四个是非鹰 即是什么 原来四活物里面 讲的一件事是 上帝创造里面 最美好的东西 试试看 狮子是什么 野生里面最凶猛的 那个是什么 牛独是什么 不是大将 牛独是什么 牛独是家琴里面 家琴里面是什么 最强壮的 仁念是什么 人是被造物 特别有生命的被造物里面 是最好的 有智慧 有神的灵 最后说什么 非鹰是什么 想象到 天空里面最强大的 最勇猛的 简单说 它是代表着 这四活物是代表着 上帝创造最美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意思 牧师 原来二十四掌路 代表着中心的仆人 四活物是讲一切 地上所做的所有东西 包括空间时间 包括在地上被造的东西 最美好的 就是代表着一切 用苏牧师那句就是什么 全部 所有的东西 大家知道 天上的敬拜 不单单是二十四掌路 中心是仆人 原来天上的敬拜 圣经里面所展现的 让我们知道 原来一切的东西 都要在上帝面前 所有的东西 都要属于上帝 圣经里面继续讲 四活物不单单是围绕着寶座 更加去到第八节 讲到他很重要的说话 他说什么 四活物他说的 第八节他说 圣灾圣灾 全能的上帝 色在今在 以后永在 当犹太人听到这三个 圣灾圣灾圣灾 这三个词语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 refer 想起 以赛亚书 因为为什么 这个圣经里面 特别说给我们知道 这个三叠的一种表达 其实是说 原来我们去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知道 原来上帝是全然的圣结 当人去到上帝面前 因为以赛亚书那里说 当以弗德 这个的沙拉弗 他说出圣灾圣灾的时候 当以赛亚听到 他就立刻先为自己认罪 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洁的民 但是我想告诉你知道 原来天上美的敬拜 特别四活物 他代表着一件很重要的事 原来一切的事 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他都知道 并且 原来上帝是好喜悦 圣结的去到他面前 不过我又思考 你知道吗 如果当我们能够知道 上帝是圣结 这个不是概念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话 当上帝是全然的圣结 当你来到敬拜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有多么不洁 当你认定上帝是永远的圣结 全然的圣结 完全的圣结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唱出第一口 我们要唱的诗歌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是有多么不洁 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当你去到敬拜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原来去到上帝以前 敬拜 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何夸 这个说话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得了明白的话 没有什么可以何夸 当你敬拜 你就会留心去省察自己的生命 究竟有没有那些上帝不起愿的事 第二 当你发现自己真的不洁 不成洁 不完全 你就很多心态都能够改变 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你知道吗 原来人的自怜 或者人的自意 是因为从比较而来的 你能不理解 因为人有比较 所以我觉得比别人差 永远都比别人不好 所以永远都觉得自己很差 这个是自怜 甚至说 人因为有比较 我觉得他不好 我觉得我好过他 我觉得他比他 他比他差 他比我差 他不够熟灵 你明白吗 弟兄姊妹 因为比较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质疑 但我想告诉你 知道 如果你真的明白 圣灾圣灾圣灾 这个上帝是全现圣经的上帝 你和我在神面前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你听得明白吗 我不会因为你在某些东西上 被我差 而我看差你 成为一个不配的人 No 不会 反过来 你不应该这样看我 你不觉得我比你差 为什么 因为你和我在上帝面前 相对于这个圣灾完全的上帝 你和我是无分别 敬拜是要这样 回来敬拜 上帝是要带给我们生命 要变 回来敬拜 在我心态上要变 回来敬拜 就要唱出诗歌之后 如果我们回到生活上 遇到我的家人 遇到我的同事 遇到我的学生 遇到我的什么什么朋友 我们不会跌入去自义 和自卑 或者自恋 如果这场敬拜真的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会很自由 你不会比较 我都不会 完全不会 重生一次 不过是你 可以学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因为你很清楚 你和他是没有什么分别 在神眼中 分别都不大 丙者没有很想鼓励 你也邀请你 天上面的敬拜 确实在我们地上要学习的 甚至这么说 天上面这场的敬拜 其实是成为我们地上的男伴 我们要学习这场的敬拜 中间里面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无论如何 这场天上面的敬拜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什么目标 就是他将以人为中心的这种思想 完全庆福 当时 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底下 因为要去敬拜那些皇帝 因为基督徒 他们要学习 天上面的敬拜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要持守这个信仰 不会屈服在这个政权底下 但我想鼓励你 也想邀请你 今天我们不是在罗马帝国底下生活 不过可能外在很多因素 慢慢会是这样 如果假设 有一天我们没了十八楼 恩福中心也没了 你信不信 我想告诉你 我们同工很有心理准备 看看怎么办 如果没有了这场敬拜 没有了这个礼堂 没有了你旁边那个 没有了这帮敬拜队侍奉的人 没有了乐器 没有了灯 没有了Projector 没有了我很喜欢按的PowerPoint 这场敬拜 你的焦点是哪 过去的年纪 大家没有回来教会 你在他里面拿着个屏幕 拿着个电视 拿着个电视 拿着个电话 拿着个电视 你什么心态 你听不明白我意思 你这年纪里面 你怎么去理解敬拜 是不是没有了这些外在的东西 你里面那种对于上帝 敬拜上帝的心态 就全然失去呢 我想邀请你 你都很想告诉你 我作为你牧师 我的眼睛是想过五年的 今天我所说的东西 可能你未必明白 不过五年头 如果你记得今天有讲到 你就会知道今天 有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学习天上面的敬拜 因为这场敬拜 才是使我们生命继续可以持守这个信仰很重要的元素 三个人邀请你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第一 希望你接受圣灵的引导 学习回来崇拜 特别在家里面敬拜的时候 先以上帝的作为和救赎 是成为我们宣告 宣认 听得明白吧 不过 不要只是单单 只是心里面很想神 你来抚摸我心灵 你满足我的心理 满足我心灵的需要 不是 我不是说不要 不过先学习 按照这场敬拜的教导 第一件事也鼓励你 学习 将你所拥有的放在寶座前 你知道吗 吊诡的是 不只是才能 有时我们心里面 认为很硬着硬着的东西 都要搞上 因为那些都是上帝所做的东西 我们只是万物里面其中一样 第三 盼望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下 学习我们要谦虚承认自己的不洁 带来给我们的生命 不需要活在比较 不需要活在增庭 也不需要活在一种 我不配的态度 因为为什么 我们在神面前 确实都是不配 但神因为耶稣的缘故 可以使我们配得上 这个非常重要 我很想请你一起起立 有首回应诗和大家一起唱 这首回应诗 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欢的回应诗 刚才敬拜都唱过 这首歌很有趣 有些敬拜 有些敬拜队曾经听过他这样说 牧师 这首歌你不合神学 什么叫语句 有些问题 什么能不能 一定可以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不是可以 能不能够 等于我想告诉你 这首歌 我的理解是 这首诗歌的作者 其实很清楚 我们能够去到上帝面前去 去敬拜他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主动 是我要主动回来送拜 但我们能够遇到他 是因为上帝自己主动 他用一种渴求 发出一种呼求的态度 去唱这首诗歌 他说 希望神 你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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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遇到你了 这个是全然的依靠 我想邀请你 用一种态度 去唱这首诗歌 好吗 让我们心堂开 交给主 让主去光在我们 因为我们生命是属于他 因为我们生命是属于他 一起唱好吗 阿彩 我属于你 主要帮助我们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主要帮助我们的群体 我只想要在你的变中 却上清淡 你製在你的融为 世上一切没有难 处理意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是像日夜在你的点钟 现上今晚 定居在你的荣誉 是像一切变冷淡 祝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听起来我想邀请你 听起来为你自己祈祷先好吗 学习我们祈祷神 让我们遇到你 你知道吗 能够遇到神是出于神的爱 能够遇到神 不是因为你的功劳 不是因为你的恨心 而是因为他的恩典 我们学习先为自己祈祷 求神让我们遇到他 教你尝不尝 能够在主的同在底下 因为以马来来 代表着神以人同在 当你遇到 跟你同在的上帝 他的爱 他的安慰 他就能够满足你的心 祈祷主可问 我们再来 跟主说 主啊 我属于你 跟主说 主啊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至少日夜在你念头 天上清白 定性在你的荣誉 是想一切变难的 祝你以为我还能有事 再来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至少日夜在你念头 天上清白 静静在你的荣誉 世上一些变难的 祝你以为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求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 是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路不想去 只想留在你念头 只想尽快 全心全意来 扶口举 扶口举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 是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路不想去 至少日夜在你念头 全心全意来 全心全意来 再来 冷不冷 冷不冷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永远不能不能 让我更多爱你 我们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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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能够在你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敬拜你的人 帮助我们的焦点 是要敬拜你的主 已惊得了 一生奉唤 一生奉袭 一生不回总 一生奉你 再来 再来一起宣告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歉你 一生敬拜你 加油 一生奉猎 付 NI 一生奉猎你 一生奉说你 一生不回复 一生爱应跟随你 主要多谢你 多谢你鼓励我们的团体 多谢你鼓励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大影节目的生命 你再一次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回来敬拜你的目的 不单只是为要满足 我们自己个人生命里面的需要 主要原来你告诉我们知道 去到你面前去敬拜 就是要去讲述 神你自己的看顾 救赎和作为 主要当我们想得起 神你作出的救赎 神你对过去 在我们生命里面 甚为一生里面 在历史里面 你自己的应许的时候 原来将来眼前 所要面对的一切的事物 都不再重要 主要我们很想 我们的团体有一种熟灵的眼光 主要帮助我们标清崇拜 特别是我们CY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潮是一个目标 我们要成为敬拜主的群体 主要帮助我们 似乎把我们中间每一个 让我们每一个的熟灵眼睛能够打开 让他们能够生命里面的焦点 不是只是自己的需要 而是神你国度的事 主要求你刺下意仗 让我们有意仗能够护在地上 主要让我们有意仗能够在这个事势里面 去仍然成为你的见证 就好像昔日 在大冰箱底下就同一样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很需要你 主要我们很需要你 我们很想一起去宣告 我们一生爱你 教我们一生爱你的 主 主要帮助我们一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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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会错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主要多谢你 主要多谢你 多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的圣灵鼓励我们 引渡我们 叫我们不要定征在困难里面 叫我们眼仰望上天 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 永远掌权的耶稣基督 多谢你 多谢你主 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祷告奉主命求 阿们 兄姐妹 请你坐下前 和你旁边的那个说 告诉她知道 其实上帝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说完就坐下吧 我问一下她 鼓勵一下她 美女 的 和你 对 假许 加油 和你 寻找 遇到 你的 词 大